好久沒看到這個場景 看到這個場景就知道今天要分享整理的主題 因為我要幫我的彩妝櫃大造出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應該是在新年期間啦 那前幾天剛好有在幫衣櫃 就太舊換新 所以現在鏡頭外面其實非常非常的亂 有一些都是我要整理掉的東西 那化妝櫃呢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這個化妝櫃是在我剛買它的時候 跟你們分享一些要怎麼收那些小彩妝嘛 那不瞞大家期 它現在裡面是一個爆炸狀態 就全部都是滿的 那我就覺得說如果你舊的東西一直不整理的話 你新的東西又一直進來 其實會變成說那些舊的東西要在角落 久了你可能會放到過期啊 或是衣服你可能曬太久了 你都忘記你有買這件衣服 所以我覺得適時的幫自己的空間整理一下也是蠻好的 就你整理完之後會覺得說好像整個人輕鬆很多這樣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幫我的化妝櫃整理 那其實我已經陸續整理了幾箱 現在看到這一箱嗎 它裡面全部都是滿的 都是一些我整理出來的彩妝 比如說我比較用不到的啊 或是不適合我的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工作的關係 會可能買一些新品啊 或是公關品也會一直寄送過來 那真的我們一個人沒有辦法用那麼多 所以有時候就在試用完之後呢 趕快挑選一些比較適合器 們好友就送給他們 所以我就有整理出來 那我們偶爾也會辦二手拍 所以就是就讓這些資訊可以更有效的 就是在社會下面運用等等啊 所以我就想說趁大掃除的時候 再稍微整理一下 我這邊有準備一個空的箱子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這個櫃子裡面的狀態好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之前放一些眼影啊 那種小小眼影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它像整個都是滿的 連後面這邊都是滿的 那其實這一層我前幾天已經有稍微整理過 但還是很滿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還是要稍微做一些抉擇 二層呢就是放一些打亮啊 夾材等等 它跟眼影那一格差不多 全部都是滿的 有沒有就是那種細細小小 然後這個隔板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你可以用來統一規格這些形狀 讓我比較一致的彩妝們像這樣 然後讓我比較頭痛的就是 底妝這一層 你看到嗎 後面還有喔 後面我主要是放一些氣墊粉餅啦 蜜粉那種扁平狀的東西 那前面就是利用那個隔板吧 粉底一罐一罐隔開來 因為粉底有一些 就我可能也是要稍微替換掉 就有一些其實滿久的 所以可能會有過期的問題 我就會稍微來整理一下 這一層真的很可怕 但最可怕的不是這層 它還是唇膏這層 你看它已經炸掉了 我那時候一格一格 這個格子格的很辛苦 但後來還是不夠妝 我都會定期清喔 就保留一些我自己比較喜歡 或比較常用的放在這邊 可是你看現在空間還是不夠 所以有一些東西就是散落在上面 那後面我就是用那個 大創盒子來裝一些 定妝噴霧啦等等 所以這一格等一下還要花時間整理 所以目前櫃子的狀態就是這麼可怕 但其實除了這邊之外 我還有另外一個大櫃子裡面更可怕 所以今天是跟你們一起整理這個地方 等影片拍完之後 我再去整理其他地方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從底妝開始好了 那我可能會稍微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為什麼要決定淘汰掉的問題 但淘汰掉不一定 可能不是直接丟掉 它如果狀態很好 或是很新的話 我就不會直接丟掉 因為丟掉有點浪費 所以我可能就會送給一些 比如說色號比較適合的朋友 或是膚質比較適合的 親朋好友等等 那首先是粉底 粉底的話呢 要淘汰掉 真的是要淘汰掉的 可能就是我放了比較久 快要兩三年有過期的疑慮了 那就是像這種粉底液啊 因為粉底液它跟那種乾粉類的產品 比較不一樣 乾粉類產品比較耐放 所以有時候 我不確定這樣做對不對 就有時候可能超過三年以上 但是我看它的狀態還很好 或是還很好用 沒有發霉的話 我都會繼續用 但是像這種比較液態的東西啊 就要保存期限一到 我就會馬上替換掉 所以這兩瓶應該是 近期放比較久一點的粉底 所以我就是會直接 對 直接丟掉 然後呢 像這個エスポロ的粉底 也是有點久 它現在有一點那個 顏色跟油有點分開來了 所以這個也是要淘汰掉 像這種小東西 有時候塞在裡面 你不仔細把它翻出來找 你真的是 會不知道它已經出問題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 雅樣的防曬 好像也已經超過年限了吧 這支在夏天的時候 真的防曬力超強 可是它很咬皮膚 就是它那種厚厚悶悶的感覺 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 除非說我真的是要長時間曝曬 或是去海邊 我可能要在沙灘上面 一直拍照還是幹嘛 我會用這支 不然平常我都用禮膚保水 或是蘭蔻比較多 因為這支用起來 我覺得那種乾乾粉粉的感覺 比較不舒服一點點 所以這個也要淘汰掉 這有點過期了 那再來呢 KATH這個粉底啊 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用起來是有點奶油霧光的那種效果 它不會很乾 好像是什麼菱霞機密系列 這支我在它剛推出的那個夏天 我非常喜歡用 那因為好像也有一點時間 再加上我之前很平常使用 所以它其實用量已經不多了 所以這支我就是一樣把它淘汰掉 再來是這個Armani的粉底 我這邊有兩冠 一個是這個之前推出的什麼藍瓶粉底 這兩瓶的話呢 我應該會留紅色的這個 因為這款我覺得在夏天用還蠻剛好 它就是那種比較柔霧的妝感 那妝感也不會太過厚 之後還蠻薄透 所以用起來不悶 那針對一些比較容易脫妝不會 我覺得它的服貼效果也是還不錯的 那藍瓶粉底 我覺得它就比較不是我的皮膚 我嘗試了還蠻多次的 它的妝感也蠻薄的 它就是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吃進去我的皮膚 還蠻容易浮起來的 所以這瓶可能就比較不適合我的膚質 我就會把它替換掉 然後就是留這個 然後再來是Make Up Forever的粉底 這邊有三個 一個是之前推出的這種比較軟管狀的底妝 那另外這兩個呢 一個是橫酒清膚霜用水粉霜 那另外這個是Ultra HD超精華無瑕粉底液 這兩瓶他們的差異在於說 這個啊霜用水粉霜 它的質地非常非常的水 所以它擦起來是很薄透的 如果你夏天很怕底妝會後會悶的人 可以用這瓶 因為它上出來的妝感真的是那種很清透的效果 可是它的遮瑕度也比較低一點點 那這瓶我自己用 我是覺得它是有點稍微偏乾 就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本身皮膚的關係 我的紋理比較深一點點 所以如果它那種修飾皮膚效果比較不明顯 或是它本身會比較乾的話 我的紋理就變得加重 然後又變得更乾燥 所以這瓶我用起來是覺得 它好像不太適合我的皮膚 我就要把它淘汰掉 那另外這瓶呢 這瓶是這個圓管狀的這瓶 它的妝感比較偏柔霧一點點 然後遮瑕度比剛剛那一款還要來得高 所以就是有時候臉上沒有太多瑕疵的話 出門就用這瓶拍一拍什麼就可以 我覺得它的遮瑕效果是還蠻適中自然的 然後它的一些持妝效果跟它的妝感都是蠻服貼 就它不會有太厚重的粉感 所以它整個用起來妝效果我還蠻喜歡 那在夏天用的話我覺得持妝效果也是還不錯 所以這瓶我要留下來 另外是這個軟管狀的粉底 這瓶粉底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我剛搬來這邊的時候就用了 所以它應該也是快要過期了 這瓶的妝感我已經蠻喜歡 因為用起來那種水潤的感覺還蠻明顯 那也不會去咬皮膚 就它不會去過度讓我皮膚的問題更加深 所以它妝感其實蠻自然的 然後保濕效果也很不錯 可是好像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可能快過期了 我先 好捨不得 我先把它擺旁邊好了 然後比較日系品牌的話呢 最主要的話就是像RMK RMK他們家的粉底我還蠻喜歡的 首先是這個之前有分享過的隔離乳 對 它的質地還蠻水潤 我覺得它那種保濕效果是可以 稍微去替代比如說妝前乳 就有時候你不想拆太多妝前東西的話 這瓶它的那種保濕效果 剛好可以去讓你後續底妝的保濕效果更加深的感覺 所以它整個用起來效果我還蠻喜歡 那另外這個粉底我好像有在 某年某月的最愛裡面分享過 它的妝感擦上去就會像你第二層皮膚 很自然很漂亮的效果 但它呈現出來那個光澤 就會讓你的皮膚好像看起來很好很透亮 所以這兩瓶其實用起來我都還蠻喜歡 他們家的底妝就是有一種默默 默默在發光像星星一樣的感覺 就它其實不會像很多大品牌會大肆的廣告什麼 可是就是他們家底妝其實都是還不錯 所以那兩瓶我都要留 然後另外這個是粉霜 前陣子有分享過 它的保濕度還蠻高 然後整個質地推起來是很奶霜重那種效果 然後你稍微出油之後啊 它會變得更加奶油光 所以這瓶我覺得也蠻適合乾淨的 但就是它是這種光口瓶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它裡面附的挖掃 千萬不要用你的手直接進入挖掃 因為手上有很多細部 所以這幾瓶我覺得都還蠻適合偏乾的部位來使用的 然後另外這個是3的 這瓶粉底我記得好像是小米給我的 它包什麼超美的 小米就是這種他們家很經典那種灰色 然後這瓶我記得我當時用的感覺是 哈囉是乾掉了嗎 乾掉了啦 我真的湊不出來欸 為何 再一次 真的湊不出來 為什麼 還是它這個吸管 滴管壞掉啦 好可惜喔 然後它的質地我記得也是比較保濕 就是這種水水透透的感覺 妝感是比較自然的 就跟RMK的那瓶性質有一點點像 就你用起來不會讓人覺得你的妝粉很厚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 它剛好也是在整理 然後我就去試用說 欸這瓶粉底包裝很漂亮 他就說它那邊有多的色號可以給我 我用的是還蠻喜歡 然後用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有點水水亮亮的感覺 但是它這個滴管是怎麼回事 壞掉了嗎 不知道 但這瓶我要留下來 再來比較日系的品牌 還有紫磚秀和紫生糖 紫生糖這一瓶 不是這瓶什麼AI的超進化底妝 這瓶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那時候接觸到是在夏天的時候 那它是比較古達持妝 可是持妝的粉底很容易有 偏乾部位用 它可能會太乾 不好意思咬這頭 太乾 就是會有那種粉感的問題 那這瓶我覺得它那個 乾跟濕之間的比例抓得還蠻剛好 所以還蠻 恰巧 就是剛剛好適合我的膚質的 因為我的皮膚用一些持久型的底妝 會比較挑一點 因為紋理的問題嘛 所以這瓶我覺得它那種濕潤度 抓得剛剛好 就即便它有持妝的效果 可是它又不會太過的乾 反而去讓我的皮膚看起來 更加乾燥的感覺 所以這瓶我自己用了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要把它留下來 然後另外這兩瓶呢 是植村秀的 一個是精油的那一款 就它的低管是你要用低的這個 這瓶我覺得它很適合乾肌 然後冬天用 你看它真的有油 沒有太久沒有用 它已經有點油水分離了 這瓶它用起來那個濕潤度 真的會很強烈 可是如果你是偏油肌的話 我不建議用這瓶 因為它的那個持妝效果 真的不明顯 你是乾的話我覺得OK 但如果偏油的話 不要用會吐石流 那這瓶它那種精油光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另外這個好像是什麼 鑽石光粉底 這瓶是比較適合夏天用的 可是我用一樣會稍微有一點乾 就臉下半部這邊會稍微有一點粉粉的 所以這瓶我要把它淘汰掉 然後再來這個藍 不是 嬌藍的粉底 這瓶我不喜歡 我用了好幾次 因為它剛出來的時候 它造型超級漂亮 有沒有像一個藝術品 百事品一樣 可是我用好幾次 它都是會浮起來 它就是沒辦法吃 因為我皮膚 所以我想說這瓶的質感 不是 它的妝感跟它的性質 可能不太適合我的膚質 所以雖然說它長得很漂亮 我覺得是很有收藏的價值 可是底妝說真的 真的要挑選適合你自己皮膚的 最不適合的 你就要勇敢的斷舍離 不然你真的會越急越多 好 雅詩蘭黛喔 還有Dior的這品 Dior這款它有出霧面 跟比較保濕款 那保濕款我覺得 跟雅詩蘭黛這款 用起來的感覺還蠻像 就是那種 半柔柔奶油光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對於 偏乾肌來講 在冬天都是還蠻友善 這兩瓶我都很喜歡 所以我都要留下來 再來一些歐美 歐美品牌的話 還有NARS這個 也是極光幻顏粉底液嘛 這瓶啊 我冬天用不行 可是我夏天用可以 因為它的妝感 當你遇到你出判出 有時候要變成一個 柔霧光的效果 我覺得還蠻漂亮 然後持妝度也是還不錯 所以這瓶很不錯 我要留下來 然後另外的話呢 蘭蔻這個應該是 零粉感超持久粉底液 這瓶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如果你是偏乾肌的話 妝前保養 乳液的部分記得 換成精華油 因為精華油 這去貼合它這個底妝 會吃妝 會吃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真的會完全沒有粉感 很像你天生皮膚 然後又很透亮那種效果 所以這瓶的妝效 我也很喜歡 我之前第一瓶已經快用完了 那 像這個YSL之瓶粉底液啊 我不行 就我用了好幾次 因為它的包裝塑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又有點外貌喜慧 我就覺得說它長這麼漂亮 我應該要給它一點機會 可是我用好幾次 它就是 就是會浮 就是會乾 所以它不是我的皮膚這種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好 又可以淘汰掉了 再來呢 就是一些粉類產品的部分 真的有很多粉餅和蜜粉 那這種粉類的東西真的用很慢 因為皮膚太乾 所以有時候沒有辦法用蜜粉 所以就是 我可能會精選一些 我比較常用 它被我翻牌字數比較多的留下來 那因為我真的擔心影片時間太長了 然後我講半天 我這邊還沒有整理完 所以我現在先快速的整理過後 我再跟 我再拍這邊的狀態給你們看這樣 好 終於正式進入到唇膏的部分 唇膏真的是亂糟糟的 我一隻一隻是嗎 我決定先用品牌來分類 先從開架的開始好了 首先是Maybelline的唇彩 就其實他們家的顏色 我覺得都很會挑很厲害 所以不知不覺你就會留很多顏色 可是一直這樣留也不是辦法 我們先來抉擇一下好了 首先是這個霧面的這個唇釉 這款唇釉它主要是持久 可是它會稍微比較乾 然後比較顯唇紋 但如果你本身是對於霧面唇彩 接受度很大的人 我覺得這款唇彩是可以駕馭的 那如果你比較怕乾的話 就是稍微打一點點唇部打底再使用 會比較好 那如果硬要挑一隻比較要淘汰掉的 應該是這隻吧 它是一個比較稍微偏玫瑰色的感覺 那如果橘色跟玫瑰色比較起來的話 我一定是用橘色調的唇膏比較多 所以E30這隻我就 好努力的捨掉 那這兩隻呢 它們分別是210和E35 210它稍微比較淺一點點 然後那種白 加了奶白的感覺 比較明顯 所以這隻我覺得 這樣看起來會覺得它好像比較挑膚色耶 就我擦好像會有點顯黑的感覺 會覺得這個顏色有點浮浮的 但是這個E35 正宗的南瓜橘棕色 這隻就是很漂亮的南瓜色 所以這隻我也要捨掉 我只留E35南瓜色 太好了 好 再來是唇膏的部分 它們家唇膏顏色都很會挑 我真的是很難抉擇 先來看這兩個罐子比較像的好了 就瓶子比較像的 它應該是同一個系列 就前陣子推出那個楓葉色系列 一個是518 一個是214 那我記得這兩個都是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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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霉了 蛤? 我剛剛打開來看 我發現 它這個唇膏上面長了好多小毛 我拉近讓你們看 有看到嗎? 那唇膏面上面全部都是小絨毛耶 這次發霉了對不對 天啊 所以214這隻 發霉了不能弄 可是我記得這隻好像是比較近期的產品啊 怎麼這麼快就發霉了 那另外這隻呢 這隻518好像 這隻好像也發霉了 蛤? 蛤? 這兩隻很美耶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彩妝很多的話 一定要定期拿出來整理 因為我還蠻意外 這兩隻都是比較 應該是這半年內的東西吧 然後就發霉了 你看 這麼美的顏色 發霉了 蛤? 然後另外呢 是這個888 888好像也發霉了耶 為什麼啊 這個888顏色好美喔 就是比較偏 肉桂玫瑰的顏色 這個地方 為什麼? 再來這隻呢 它是那個之前有一個 跟西柚磚同一票出來的那個顏色 它好像叫什麼焦糖什麼東西的 拜託不要發霉 拜託 拜託 欸這隻沒有發霉耶 所以剛剛那兩隻是怎麼回事 這隻它的狀態很好 你看它沒有長毛 所以它 這隻就是那種比較土色調 那時候土色調 剛開始在流行 就出了這隻專櫃的調色 不是專櫃 就開架的調色 很多人在搶這隻有沒有 這隻很漂亮 它沒有發霉太好了 好再來一樣是開架唇彩霸主之一的L'Oreal L'Oreal它除了還蠻多系列 然後基本上每個系列裡面 都有很多熱銷的顏色 我大部分都是留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顏色 或是那陣子比較流行的那個顏色 那整理出來其實也不少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火箭筒好了 火箭筒其實它的質地真的很滋潤 它很適合很怕來怕唇膏會乾的人來使用 可是說真的它這個外型真的是之醜的 它真的很醜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設計 就其實他們家的其他設計都還不錯 還蠻簡約 那做這個火箭筒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 我稍微刷給你們看 好 這三個從後面貼紙看 就知道是我痴心會喜歡的那種顏色 像這個930啊 它就是這種比較偏紅棗色 棗紅色的感覺 很適合秋冬的感覺 然後它的質地就是很滑順 這樣子很好抹 但這個顏色的話 就是它要搭配比較完整的妝 你才不會顯病叛 再來是932 932我好像用比較多 932比較偏中藥色的感覺 這個顏色我記得它剛出來的時候 還蠻多人喜歡的 有一點是很飄笑的 帶橘一點的那種色調 它還蠻襯托氣色的 然後另外這個934呢 是稍微比較偏紅 紅感比較明顯一點的顏色 它就是那種橘紅色 稍微亮一點 加了一點新鮮番茄紅的那個顏色 有沒有 這個感覺 其實這三個顏色都很漂亮 我決定捨去930 就是這個早紅色 因為我好像比較少用到這種顏色 再來就是我的唇色比較沒有那麼紅潤 我擦這個顏色看起來會有點病態 所以可能比較不那麼適合我 對 那這個偏亮紅的顏色 番茄紅的顏色 其實我有很多類似的顏色 所以這支我就把它 對 淘汰掉 那我就留932這個中藥色 這個顏色比較像我平常會擦的顏色 好 再來呢 就是他們家的這個 小金管 這個小金管 剛開始出的顏色 像618和619 都是當時很多人喜歡的顏色 然後618就是那個南瓜色 很漂亮的一個南瓜色 這是我當時超級喜歡的 然後619是一個比較偏楓葉紅的顏色 一個偏橘一個偏紅 那其實這兩個顏色都很美 但是他們是不是稍微有一點點時間了啊 可是我看他好像還沒有發霉 所以這個我覺得應該是還可以用 然後再來是這個黑色很像皮革包裝的那個系列 我留了三個顏色 一個是298 298是一個比較偏土的色調 加一點奶茶那種土紅色 烏龍奶的那種顏色 這顏色其實蠻有個性的 可是就是他會比較沉一點 所以可能也是要稍微看看妝容搭配這樣 然後300是比較偏紅的顏色 這樣比較起來300我覺得就還蠻普通的欸 有沒有 這個偏紅的感覺 好300 捨掉 再來是302 南瓜色 報告是南瓜色 南瓜控門趕快這支的302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這款他的妝感比較偏絲絨 那種奶油光那種效果 他不是全霧面的喔 所以我覺得他做像這種偏土 或是偏南瓜色的那種 光澤感跟發色度 都是還蠻漂亮的 好 再來是比較韓系唇彩的部分 一樣都是比較開架的品牌 首先是這個Pelipela的染唇露 這系列還蠻多人喜歡 因為他真的很齒色 所以我當時其實買了蠻多顏色 他最後保留下來的是 6號和7號 7號是一個比較偏粉的玫瑰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還蠻俏麗的 可是就是他們家的這個唇露放久了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沒有先把它搖勻的話 你在塗抹的時候會發現說 他會有一個很像黑黑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嗎 這個地方 就他的顏色會有一點點不太平均 不太他裡面的顏料還是他的那個油跟顏料分開的問題 所以他就是會有一點黑黑的 那這支我記得一併有超過三年以上了 所以另外這個顏色也是 就液態的東西過期就不要再用 然後另外這個是比較空氣感的那個系列 我記得我有拍過他們家的唇彩色色 然後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玫瑰紅的顏色 可是它紅不是很亮紅很俗氣的紅 它是有一點柔柔色調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支顏色的薄擦我覺得還蠻溫柔的 還蠻漂亮的 然後另外他們家的這個唇膏 我那時候試色裡面一樣有介紹 然後我好像自己留了三五七吧 你看他的包裝很可愛對不對 他的包裝霧面然後每一個顏色都不一樣 他們這系列包裝我覺得做的質感是很不錯的 三套是一個比較偏淡的顏色 非常非常的淡 他很像一個那種水蜜桃奶茶的那種味道 這個顏色我覺得擦起來還蠻有個性的 但就是他會比較挑膚色 比較適合可能偏白肌 然後中間膚色裡面的底妝又乾淨 他雖然說是淡的顏色 可是我覺得他擦起來還蠻有個性 他不會讓你覺得很甜 因為他還是稍微有點那種奶茶土色調的感覺 所以這支擦起來還蠻有個性的 然後五號好像是一個比較偏橘的茶玫瑰色 五號超美 就我記得那系列裡面 我當時好像講到說五號應該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這種偏橘的茶玫瑰色 這三支根本就不需要拿出來 因為都很漂亮啊 那七號的話就是一個比較楓葉的顏色 但是稍微偏橘的楓葉色 就這三支其實都很漂亮欸 我決定他們家的唇彩這三支我都要留下來 因為真的太漂亮 然後他質地也不會太過的厚重 這個是Lily by Red 他在屈城市 韓國屈城市 LALABLA裡面可以買得到 然後我好像只留了一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他的包裝非常的可愛 就是那種很街頭可愛那種感覺 但是我記得他們家的唇彩用起來會有點粉粉的 就一樣都是這種比較絲絨狀的質地 可是就是他沒有辦法去很平整的服貼在你的嘴巴上面 所以可能剛好不適合我的唇部狀態啦 就這支再放他也是過期 我還是不會拿出來用 所以就是 蛤 捨去 再來呢 Tulco Fosco的這個 什麼華麗布朗女士的這個霧面唇膏 我也留了兩個顏色 這兩個顏色我記得都是我當時非常非常喜歡的 喔這個顏色很像剛剛PELYPELA唇膏的那個3號色 就是那種很淡的偏橘的那個奶茶色 就擦起來很有個性那種顏色 就以開架來講這個調色都是還蠻少見的 然後另外這個是3號 3號好像是我當時非常非常瘋的一個顏色 一樣是偏橘的那種烤膠烤奶色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另外這兩個是CLIO的高跟鞋唇膏 這唇膏超喜歡的 尤其是那個9號色 9號是織美的一個煙燻玫瑰色 就有時候你的妝很淡 你可能只有畫眉毛跟底妝 那你的嘴巴如果擦太紅或是太塗 會感覺很突兀嘛 那9號這個顏色它就是正好適合你在淡妝的時候 擦了一個煙燻玫瑰色 又不會太粉又不會太紅 就嚇到好處一個很溫柔小姐的顏色 這支真的超實用 所以這個一定要留 然後另外這個8號 唉是發明了嗎 嗯好像沒有 8號好像也是稍微偏淡的顏色 有沒有 就跟那個TUCO FOSCO的這個唇膏 有點類似 都偏淡的發色 可是這支這樣比較起來的話 我覺得TUCO FOSCO的這個調色 比較漂亮一點 所以這支 怎麼辦要留嗎 好漂亮 但是其實也很漂亮耶 嗯 我先保留 我等一下來抉擇一下 這支好像也是高跟鞋系列 我當時去韓國買 然後它是21號 比較偏 烤焦紅色的感覺 就比較冬天的顏色有沒有 這支顏色擦起來很霸氣喔 它不是正紅色 所以它擦起來不會很酥 它的那個紅還蠻沉穩的 所以你只能擦上去氣場很足夠 這支也很美耶 可惡 然後另外兩支是 比較圓管霧面的這個系列 這支我記得我當時很喜歡 然後我買的是06和09號 這個是06號 06號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09比較淺 我記得它們色調非常非常的像 然後06啊 它那個烤焦的顏色比較明顯 妝感也是偏比較絲絨的效果 霧面的感覺 有沒有 就這個調色 很優秀很漂亮 擦起來還蠻有氣勢 它有一點偏土色調 可是還沒有土色調 那麼的奶 那麼的不顯氣色的感覺 因為它偏那種橘紅肉桂顏色 還是蠻明顯 那種煙燻辣椒的顏色 我覺得這支還蠻有個性 那另外這個09號呢 好像比較淡 對耶 9號比較淡 9號會比較挑人擦 我覺得比較白皮膚限定 有沒有 這個是6號就是9號 9號就偏粉 然後白色調比較明顯的感覺 所以9號我要捨棄它 比較不適合我 好 那唇彩的部分 就差不多整理成這個樣子 這些是剛剛抽掉的紙盒們 所以大部分都放置進去了 那我剛剛算了一下 唇膏這邊 可能有200支 最少200支 然後不包含進口外 現在地上很雜的這些東西 我還沒有收進去 所以唇膏真的很可怕 我覺得需要花非常多時間整理 但今天應該是整理不完 因為 慢慢的要天黑了 我擔心等下光線不好 就今天就大概先這個樣子 我會慢慢把它們整理完 然後等全部都整理完之後 我會再記錄一個畫面 讓大家看這樣子 好 那過年要到了嘛 就不管大家有沒有大掃除的習慣 有收集彩妝人 我當然都會建議大家 就是找時間 像這樣子慢慢一個一個把它翻出來 看它有沒有過期 有沒有變質 需不需要丟掉 需要整理一下 因為畢竟都是用在我們臉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關於保存這部分 還是要仔細一點 比較好 好不好 那你自己收乾淨之後 看了心情也比較開心嘛 對不對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那再來新年期間 當然是也會希望大家 就是新年快樂 然後可以趁著年假期間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陪伴家人 因為黏就難得這一次嘛 對不對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就要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喜歡 要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繼續去整理啦 掰掰 終於都收完了 整齊整齊 已經淘汰掉很多 但還是很滿 所以東西一定要定期整理 比較好 牙彩櫃的部分 以及進展比較明顯的底妝區 它其實後面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放 就稍微都清掉一些了 再來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唇膏區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我後面有家蓋 但是因為這個板子 跟之前買的這個板子不太一樣 所以就有點不太整齊 我之後可能會再找時間 重新買這個板子 再重新做一些割層等等 但至少就是把自己比較喜歡的唇膏 他們都有自己的家可以放進去 就像這樣子 那後面一樣是放一些定妝噴霧啊 跟一些可能唇彩盤之類的 都收在後面 整齊整齊整齊 開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